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北京 四川等地基层干部群众视频连线 总书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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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重症的救治情况怎么样了 在12月31日达到了高峰 习近平十分关心新冠疫情防控和患者救治工作 习近平同一名住院的老年患者亲切交流 老人家 你现在感觉自己身体怎么样 谢谢总书记 我现在身体非常好 当时病情很重 通过医生和大夫对我救治 恢复得特别快 身体特别舒畅 最近几天我也要出院回家过年了 希望你保持乐观心态 早日的恢复健康 回家欢欢喜喜的过春节 再次谢谢总书记 谢谢总书记 习近平代表党中央 向全国广大医务工作者致以新春的祝福 习近平说 这一波的疫情爆发得很猛 来得很快 广大的医务工作者 一直在防护疫情和日常治疗的两线作战 长时间高强度 超负荷的工作 为确保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希望你们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大家辛苦了 习近平强调 近三年来 我们对新冠疫情严格实行 以泪假管是正确的选择 经受住了多轮病毒变异的冲击 最大限度降低了重症率和病亡率 有利保护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也为优化疫情防控措施 实施以泪以管赢得了宝贵时间 要加强医护人员自身的防护和关心关爱 确保你们的身体健康 习近平强调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切实做好重点机构 重点单位 重点人群的防控 福建省福州市社会福利院 总书记好 大家好 总书记好 新春快乐 各位老年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和大家见面 首先给大家拜年 主持人新年好 新年在福利院过年的 他仔细询问福利院生活和医疗条件 疫情防控和老年人疫苗接种情况 我看你们那里有几个字 有福之州幸福老人 老人们在这里生活 大家觉得日子过得好不好啊 好 我们老人在这边生活过得很好 并同在院老人聊起身体状况 日常生活 嘱咐他们保重身体 一定要让老人们 有个幸福的晚年 能够开开心心 过好生活 当前病毒仍在不断变异 这一波疫情虽然毒性有所减轻 尊老爱老啊 这个是中华民族的优良的传统和美德 一个社会幸福不幸福 很重要的是要看老年人幸福不幸福 老人们拿出亲手制作的简纸 福字 向总书记献上真诚的祝福 新年好 新年好 谢谢 新年好 新春快乐 新年好 新年好 位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 中石油塔里木油田 是我国路上第三大油气田 也是我国西汽东书的主力汽源地 习近平同塔里木油田公司 轮南油气处运中心 西汽东书 春节期间的话 大家还能够轮休一下吗 报告总书记 我们中心现在有员工429名 主要负责输油 输气 管道三项业务 其中149人已龙休回家过年 目前在港员工280名 你们在外面这样过年 年货都能准备好吧 报告总书记 我们的年货已经准备好了 油田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菜品 我们自己也准备了丰富的文娱活动 我们准备一起包饺子 大家长期在艰苦的环境下工作 在挑战生命禁区 任劳任怨默默付出 为我国的油气勘探开发 西气东书做出了重要贡献 功不可没 我向大家表示诚挚的问候和衷心的感谢 习近平问得仔细 现场员工一一作答 郑州东站是我国最大的高铁站之一 总书记好 总书记好 习近平通过视频连线 看望慰问铁路客运干部职工 总书记好 车站现在每天的客楼量是多少 我们每天出发和到达的旅客 都达到了12万人以上 我们火车站的人气又回来了 我们都很高兴 你们的防疫措施落实了怎么样 我们严格做好自身防护 同时呢 我们也会骑行好广大旅客朋友 戴好口罩 做好防护 治安呢 也很重要 你们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我们加大了警惕投入 严密了安全措施 请总书记放心 我们有信心 有决心 有能力 保障每名旅客 平安出行 铁路系统啊 承担着春印最繁重的任务 希望你们精心组织调度 严守安全底线 确保广大的旅客 安全出行 月台上的旅客 看见总书记 争相赶到镜头前 你们好啊 向总书记问好 四面八方啊 总书记好 总书记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你们这个是回家过年呢 还是外出旅游呢 回家过年 回去看看父母 好好 一定要注意旅途安全 祝你们旅途愉快 谢谢总书记 谢谢总书记 保障旅客身体健康 长期以来啊 交通运输系统的干部之工 埋头苦干 担当奉献 功不可没 也祝愿广大的旅客 旅途顺利 平安回家 开心过年 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 是北京市重要的菜篮子 果盘子 习近平通过视频 亲切看望慰问 批发市场留守的商户 和采购年货的情统 在蔬菜医区 露天交易区 你们这几天啊 市场上的情况怎么样啊 总书记 市场交易情况特别平稳 我每天的蔬菜交易量 在两万多以上 去年到现在 这个商户 这个买卖怎么样啊 你们在这里经营的 总书记好 我在新发地市场 经营蜜瓜生意 我把好的技术 好的品种带到兰考 发展蜜瓜产业 从当初的一千多亩 发展到三万多亩 兰考蜜瓜 让兰考的百姓富裕了 也让首都市民 有了口福 过年过节 安全不能忘 节假日期间 很多同志还要坚守岗位 这个是在保障 首都市民的餐桌啊 你们做出了大贡献啊 大家辛苦了 我向大家表示慰问和感谢 四川省绵阳市 北川枪足自治县石宇村 总书记好 总书记幸福了 新年好 总书记幸福了 给总书记汇报一下 我们十一村 今天收入非常好 我们主要以这个乡村旅游 我们今年游客量达到二十多万 我们全村的人均收入 达到了四万以上 四万多收入不错了 春节村里的游客多不多啊 现在可以 总书记新年好 新年好 我是从成都过来旅游的 这次来非常开心 大家都好热情啊 这里的腊肉也非常非常好吃 祝你们在这里玩得开心啊 你们这个石宇村啊 是汶川地震灾后的重建村 如今已经成为了全国的文明村啊 这我由衷地感到高兴啊 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啊 要把这个特色农产品发展好 也要把旅游发展好 你们是有了一个样子 还应该搞得更好 希望大家继续努力 白尺干头更进一步 在这个乡村振兴中啊 取得更大的成绩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建设农业强国 必须把乡村振兴抓好 农业强起来 农民富起来 农村美起来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我们才能名副其实 谢谢总继 谢谢总继 我刚才啊 我同我们全国的几个地方的 基层干部群众 分别进行了视频通话 有医院 养老院 油田 高铁站 还有农贸批发市场和乡村 在全国人民啊 喜迎新春的美好时刻 跟大家面对面交流啊 我感到十分高兴 每逢佳节被私侵啊 新春佳节 我更牵挂基层的干部群众 往年这个时候 我都要到基层去走一走 同大家拉拉家长啊 看看大家还有哪些困难 听听大家新年有哪些打算 分享大家迎接新春的喜悦 今年啊 我就采取这个视频连线的方式 看的地方更多 东南西北中都有 虽然隔着屏幕 但我依然能感受到 全国各地浓浓的年味 感受到大家的幸福和喜悦 我的心同大家 同全国各族人民的心 始终是连在一起的 在此我代表党中央 向大家表示诚挚的问候 向扔在工作岗位上的 辛勤劳动的同志们 表示亲切的慰问 除复和春节 这是中华民族传统的节日啊 是万家团圆 辞旧迎新的喜庆日子 我最大的心愿 就是大家都能欢欢喜喜过好年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保障 节日期间 供电 供气 供暖 抓好菜篮子 米袋子 裹盘子 加强食品安全监管 特别是要落实好 新阶段疫情防控各项举措 防范各种突发事件和安全事故 确保全国各族人民 过一个欢乐喜庆 安定祥和的春节 过去的一年很不平凡 也很不容易 我们一起努力 战胜了各种困难和挑战 各条战线都取得了新的成绩 大家都做出了贡献 每个人都了不起 新的一年 是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希望大家坚定信心 抖擞精神 齐心协力加油干 在新的一年里有更大的作为 更大的收获 农历 农历 鬼卯年 是兔年 玉兔寓意着美好 在这里 我代表党中央 向全国各族人民 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 拜年 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和家幸福 事业进步 兔年吉祥 祝愿伟大祖国 繁荣昌盛 国泰民安 谢谢大家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